你和青海公是一对碧人 我们一定会给你挑最好的东西 放心吧 牡丹姐姐 小七 你来得正好 小方大人 参见殿下 施主是 姐姐 青海公实在太忙 但是我特地请小方大人过来 替青海公与姐姐一同 挑选婚服衣料 是臣唐突了 臣以为只是挑选平时的布料和装饰 还是让师父来吧 小方大人 你是青海公最喜欢的徒儿 定知道他的喜好 你来选是一样的 地基殿下说得对呀 小方大人自幼跟随青海公 小方大人所选 青海公必定满意呀 这喜福乃是大事 臣 小方大人 地基殿下与青海公成亲 那殿下就是季风馆的女眷了 先前你与师父亲入一家 再过些时候 又得到地基殿下的照顾 小方大人速来聪颖 应该多多出力 与地基府常来常往啊 那臣便唐突了 行 小方大人 小方大人 如何 师父平时不喜欢鲜艳的颜色 唯以白袍和淡青为主 但成亲乃是大喜事 应该以红色为主 臣以为 此款布料柔软妥贴 虽是红色 但不艳俗 若加以装饰就很合适 殿下觉得呢 小方大人好严厉啊 这是咱们中州上好的锦段 他的产地 正是青海宫的故里刘商 如此甚好 小方大人选的自然是最好的 又是青海宫的家乡之物 就这么定了 奴婢遵命 奴婢这就把布料送到灵锦司去 奴婢告退了 告退了 小方大人 今日多谢你了 把我最好的茶拿出来 不用不用 王太姐姐 茶我们就不喝了 我们还得去挑玉器 竹器 木器 好多事等着我们忙呢 样样都离不开小方大人 姐姐 你和青海宫是一对碧人 我们一定会给你挑最好的东西 放心吧 如今为了这大婚 便偏劳你们了 海师 等这一阵子忙过去 我定然同你师父 一起 好好谢你 狄机客气了 好吗 谢谢大家